今日訊息就是末日的審判是按照行為的 這個是聖經的說話來的 其實在這方面是有些人是會有些混亂的 的確有些人在這方面不太了解 聖經的確是這樣講的 每一個審判的經文你發覺都是講到是按照行為的 其實有一個傳呼聲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問這個人 你去到天堂的門口的時候 如果天使或者耶穌或者彼得問你 為什麼我讓你入天堂 我答案就是我信耶穌我上天堂 這個說話是對的 這個是得救的方法 不過得救的表現就沒有包括的 真信耶穌的人一定有行為的 所以到時不只是問我們的方法 又說到疾度、紛爭、擾亂 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就是聖經有不同的經驗這樣講的 有些人說死了 我都有犯這罪 犯這罪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真心悔改 不是有些人就口頭 耶穌射臉我 但是想著我一會再罵他 一會又講大話 一會又不搖說他 這樣就不是真心悔改 如果有人真心悔改 求耶穌射臉 耶穌是射臉 如果我真心悔改 不過我又再犯過 那怎麼辦呢 我就會說人總是會重複犯罪的 總會有 不過呢 不是永遠都重複犯罪的 就是譬如說 我求主赦臉 我不要生人了 但是他又生過了 一天求主赦臉 又不要生人了 又會生過了 即是他永遠 一世人都是永遠沒有去改的時候 他的悔改就不是真心的 是當他真是悔改的時候 他一定是嘗試去努力 求主加他的力量 這樣的時候神是會賜給他的力量 我們不是要靠 我們做得到才能夠 不過一個人真信耶穌 他是真的會處理生命的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 可能有些人馬上有些問題都未定 那我未做得到那怎麼辦 求主赦臉 給力量的人 真是刻意處理 即是說 在那個位置我哪裡卡住呢 為什麼我總是會生氣 總是不能夠遙恕呢 就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即是拆解 為什麼我還在生氣呢 生氣他的原因 可能覺得不服氣 他對我這麼多不好的事 幾十年都這麼好 那我當然要生氣他 那這個是一個謊話來的 什麼謊話呢 他壞所以我要生氣他 這個是謊話來的 他壞我不一定要生氣他 因為他壞是他的問題 他的罪 我為什麼要背他的罪上身呢 我們明白這一點呢 我們有罪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處理了 這個就是聖經的方法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直著信 這個是按原文 因為在原文呢 翻譯到英文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他中文聖經也因直著信 其實是翻譯錯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因直著是原因 through faith是直著 有什麼分別呢 譬如說 有個人餓到死了 就有個人給他一些東西吃 那他是因爲這個人 就是救他 連吻他給他一些東西吃 那他的方法是直著吃 就是不是他的食去救他 是那個人的食物救他 就是那個人 譬如有一個人掉下水了 有一個人救他上來 他是這個人 就是另一個人去救他上來 就是他肯拿著他的手 這個是方法 不是 就是他能夠救回呢 他不會回家告訴別人 我今天差不多浸死了 有一個人來救我 不過很幸好我拿著他的手 因為我拿著他的手 所以我能夠救回上來 這個的確 他有一個這樣的因素 但是那個來源依然是 那個人救他 他那個方法 他即是救 只是一個方法 那時候 我們所以 按照原文呢 就是直著信的 我請大家讀 去到那時候 直著信一起讀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自的 又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唯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們悔改信主就得救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的 因為你很清楚講到 這裏是不是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其實那個也字都不要 因為會是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沒有個也字的 也就好像另一件事 其實是個方法 方法就是直著信的 不是出於自己 又不是出於行為的 不是完全沒有任何 一問我們的行為 不過神救我們 我們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其實這個工作 可以做一個創造品 是一個創造品 在耶穌裏造成的 為了叫我們行善 如果大家買了一部車回家 然後有人問你 為何你的車整天都不用 我的車是要來擺的 人家當然說 別搞笑 車是要來擺的 車當然要來用 如果車不能行的 你會怎樣做呢 退貨 即是說車你買了 就是要來用 就是要來行的 好了 我們在耶穌裏造成 是為了甚麼呢 為了叫我們行善 但是如果基督徒 所以耶穌又是這樣 傷害人 罵人 犯罪 得罪人 得罪人 得罪神的時候 他就是有問題了 他不是真的被神再做了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個就是神預備 叫我們行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預備 每一個都是叫我們行的 有一件事就是 恩信清言 是最重要的真理 但是我們一起讀一下 不是唯一的真理 我們一起讀一下 恩信清言 百物得救 信心必產生與主關係和生命果子 我們恩信清義是百物得救的 信耶穌就得救 不過信心一定會產生 和主耶穌的關係和生命的果子 因為有些人 他只是招榜一件事 信耶穌得永生 有些人有個錯覺 總之我信 他做什麼事都不要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黑手黨都信耶穌的 有些黑手黨他們會去神父那裏告解 然後他就會去殺人 有一陣子要去殺人 去告解 他們給了很多錢 天主教 天主教 有些黑手黨的人都去教堂 怎樣可以去教堂呢 就是他們以為我用錢 總之我有告解 那就赦免了 去到天堂 見到主的時候 神單止問我們有沒有信主 神都問我們的生命 就是說 我們一生我們上到天堂 是不是就是 我信耶穌 如果單純信耶穌呢 聖經就不是這樣說的 聖經就說到 真的按照我們的行為 來受審判的 所以 所以這個傳方的方法 是有一個拖留 但是呢 它對的地方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是方法 得救方法 這個是方法 不是最後的表現 譬如說 所以在聖經根據聖地說 信耶穌和入天堂 是兩回事的 就是信耶穌得救 和入天堂兩回事 那我解一解一下 我一信耶穌就得救了 但這個人持續和神的關係 和遵從神 就是他的生命有真正的 即是有真正的生命 有真正的果子 那到了審判的時候 就是按照他 當然一定有沒有信心 但是信心有沒有什麼行為表現出來 然後他就顯出他得救 但是那些行為完全跟得救沒有關 那個行為只是一個果子 來的而已 那有一個錯誤教導 我很久之前聽過 那個錯誤教導就是什麼呢 你信耶穌 無論你什麼行為 你都得救的 你信耶穌 你就得救了 然後呢 得救之後 重生 他就把這些拆開 那些是得救 那些是得救 那些是重生 那重生是怎樣呢 那就會有好行為 有好行為就有賞賜 你想要賞賜 你就有好行為 不過你不想賞賜 你只信耶穌就可以了 這個是很錯誤的看法來的 是誤導了很多人 那時候呢 我聽過有些人這樣說 他說呢 你相信主 有些人都很多打麻雀 又賭錢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都未重生 不過有一天重生 他就開始不打麻雀 這個定義呢 就好像 有兩個級數的 你想要 只是想入天堂 你就信主了 你就不用下面那部分 那這個呢 真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教導 那就信了主之後 仍要罵人 不祈禱 仍然可以得救 其實呢 祈禱不在主裡面 就 耶穌也都不在他裡面 將得救和重生分開 那不用上次呢 就可以不用改過了 那這個是一些錯誤的教導 好了 那現在我就會把一些經文給大家看 就是 審判是按照行為的 《雅各書》《二十六節》一起讀一下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那麼 聖經很清楚說 不是靠行為得救 行為是果子的 證明有信心 如果信心沒有行為 沒有果子呢 都是死的 如果信心只是說信 但是呢 它沒有行為的表現 就是這個信心 是有問題的 高倫多後書五章十節一起讀一下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在這裏很清楚說到 在基督台前顯露 按照什麼呢 不是按照有沒有信耶穌 按照本身所行的或是善或是惡受報 很清楚說到 根據我們的行為是善是惡的 善呢 就不僅是鋪路起橋那些 就是有些人的定義 就是去幫一下窮人 多少黑衣就給他們些錢 這才講一個經文呢 講到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即是說最重要的好行為是做在 焦徒身上 或者是幫人信耶穌 當然我一樣做在普通人身上 不過聖經是有define到 講到定義 就不僅是做好事 有些人說我捐了很多錢去幫窮人 這個都是好的 不過我們都是幫助他 是幫到他信耶穌的 善善福音五章二十九節 行善的 一起讀 有經文就一起讀 行善的復活得生 壯惡的復活定罪 這裏也很清楚說到 哪些人得生呢 行善的 但聖經講行善 不是做善事那種善 是聖經所講的就是 愛神愛人 全福音是大戒命大使命 大戒命就是愛神愛人 大使命就是全福音 和凡耶穌吩咐都教訓他 遵守 即是建立人的靈命 幫他的靈命建立的 行善的就是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即是人不是行在神的道上 有些人說我都沒有殺人 沒有放火 沒有犯過法 他以為作惡就是犯法 其實聖經所講的 作惡不是一定犯法的 有些人是沒有犯法都不上天堂的 犯罪是什麽呢 就是說 生氣人 有些人說生氣人是正常的 他壞的是生氣 但聖經說什麽呢 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凡馬弟兄是拉家的 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罵人是蠢才 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大家小心 不要罵人 當他有什麽事的時候 我們引導他怎樣去改 即是說 有些人我們可能只是用愛心 去對他好慢慢去改變 有些人他真的不聽見 你一勸他就大罵你一頓 那我們就要分辨了 但總是心想他改好 但怎樣的方法呢 這個就求神給我們智慧了 還有人的話 證明我們的生命 我們一起讀馬太十二章三十六節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慮的日子 必要巨巨公出來 因為要憑這些話 定理為義 也要憑這些話 定理有罪 那這裏講到什麽經文 凡人 凡是人所說的 這個閒話 不是一定講到講人閒話那種的 總之你隨意講的話 任何你隨意講的說話 當審慨的日子 必要巨巨公出來 那審慨的時候 你就會說 很長 由小到大 由頭 由開始到尾 所有講的說話都要公出來 哇 公到什麽時候 我們不去計算 要什麽方法 使用什麽方法審慨 總之 要巨巨公出來 要憑我們的說話 定我們為義 即是說 那些說話 判斷這個人 是行在神的義路 因為憑他 定他有罪 即是一個人 其實很多人 他講閒話 講人閒話 是想都不想一下的 所以希望這個經文提醒大家 當你說誰真是衰 真是 好激氣 好懵惰 你單純說你受的傷害 我怎麽處理 是OK的 但當你一批判他 那樣東西 就是有罪了 因為你是定他的罪 所以我們講的說話 定我們為義 我們講的是建立人 就定我們為義人 說的話 如果講的話 你也定他是罪人 因為他是講人的閒話 傷害人的時候 所以聖經又講到說話 都要在神面前交象 然後按馬太福音25章 就是講到三個比喻 都是講到末日的 第一個就是十童女 有預備柔的 這個柔應該是預備救恩 或者是聖靈 就是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那些人是得救的 第二個比喻 就是五千、二千兩 和一千兩銀子 分給三個博人 那三個博人 第一個 我們不讀光了 就是這裡讀黃色 我又賺了五千 又糧事又忠心的博人 享受你主人的法 這個賺了五千 他就稱讚了 稱讚兩樣東西 良善和忠心 良善就是kind good 是一個善良的人 是祝福人的人 愛人的人 這個就是善良 即是生命 忠心就是行為 即是生命好 而行為是好的 那麼這裡 為什麼不多的事上呢 有一次我忽然看到 其實這個經文 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為什麼說不多呢 我就想到 其實人總是 日常生活很多脫漏 就算幫很多人 有時又會發脾氣 有時又會想一些不好的事 煩惱都是罪來的 有些人又說不是 煩惱哪是罪來的 總之規決神的榮耀就是罪 沒有信心的 煩惱不是出於信心就是罪 即是說 哎呀死了怎麼辦 怎麼辦呢 即是沒有信靠神 即是沒有神的喜樂 即是沒有彰宴神的榮耀 不像天上的聖徒那樣 就已經是有罪 那你說 那誰沒有罪 那就是個個都有罪 所以我們個個都需要求主赦免 即是我們沒有喜樂都是罪來的 喜樂不是一定要大聲笑的 在裡面湧流出一種平安喜樂 興散 這個就是一個完美的生命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但是我們就時時都求主赦免 那我都想說一說 那個人想遵從神 但是行得不夠完美 和一個人行惡是兩回事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去騙人 基督徒也有騙人的 基督徒也有性侵犯的 不要以為沒有 真的有的 其實我曾經處理一個個案 就是 有一個人在教會有侍奉的 他跟幾個女生都有性關係 最後有一個 他的家人告訴我 但是一跟他說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機會跟他說 因為他不肯見我 但是總之這個女生的家人跟他說的時候 他說我已經求耶穌赦免我的罪了 沒有人需要再跟我說任何事 他覺得他求主赦免就搞定了 其實這件事要處理的 不只是求主赦免 他要處理如何修補這些關係 還有下一個他又跟他說 我又想跟你有性關係 他又是不是真的修補呢 那時候他的生命其實真的有很多問題 不只是求主赦免就解決了問題 一定是要處理整件事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善良又忠心的伯仁 即是他不當事上忠心 就是說總有些甩漏 有時發脾氣呀 疾度呀 有些不好的地方 總有甩漏 但是呢 神都依然是接納他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經文之後 我就有個提醒了 那我真是多些 經常都讚美神 愛神 讓我經常活在神的同在 以至於越在神的喜樂平安 就越少機會犯罪 即是心裏面越愛慕神 亦都更多機會行出神的公義 我們有一件事大家留意 就是不要只說我不犯罪 而是我注目在更多遵從神 大使命和大戒命 然後很多時候派去管理 那怎樣管理呢 我們又不太知道 天堂還在做什麼呢 不過這裡有抗道派去管理的 可以進來享受 天堂的特色就是享受 而天堂的一個特色就是快樂和愛的 來一杯涼水 聖基督說 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做一見小事神都歡喜 好了 但是這個一千兩銀子 是怎樣呢 我們讀黃色的部分 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裏 我們將它埋藏 然後下面 把者無用得賦人 刁在外面黑暗裏 在那裏必要哀哭徹齒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天堂呢 這個無用賦人 刁在外面黑暗 在外面又黑暗又哀哭徹 這個是地獄來的 即是說我們要收到的恩賜 我們的金錢 很多人就說 錢在銀包安全一些 舒服一些 錢如果出去奉獻了 哇 就是離開我的手 好像沒有什麼安全感 其實我會說 所有的錢我們用來買東西 吃東西 覺得很划算 但是那些錢是全部過去了 全部過去了 去洗手間的了 吃到那裏 但是你的錢奉獻了 是永存在天上的 即是說我們所有的 後來主人跟他說 你可以給那些兌換銀錢的人 這些錢可以給他 你可以賺到利息 即是說我們應該說奉獻 這些錢你奉獻的時候 就算你做不到 但是你的錢可以做到一些工作 這個人就叼在外面 黑暗裏面 黑暗真是很淒涼 是永遠沒有出來的 是真的有些人在教會 真的會去了地獄 所以我們不只是全講耶穌 都告訴他 信耶穌一定 我們行為上的改變 第二個比喻就是五千二千一千兩銀錢 然後第三個比喻就是先讀了 綿羊山羊的比喻 我們又讀黃色的部分 做在我者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做在我身上 既不做在我者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就是講到綿羊山羊 山羊沒有做在一個小弟身上 就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這個很明顯的做在哪個身上呢 我者弟兄 是屬神的人 或者是你想帶他去耶穌 我們要奉獻的錢 可以用來救濟 但是是有全福音一起的工作 那講開又講 這個純粹 給你聽我有做這個 我去非洲很多 去到很多教會 我不是去非洲 其中我去多些是非洲 那真是很貧窮 那如果你們有這個心 我們的奉獻是全數給他 這個東西是很好的 有很多機構他們都要給人工 那我就不用收人工的 我們全部有寫單據的 我也是時時幫 我曾經幫過他們 他們建一個主一學的建築物 一個聖經學校的建築物 也都有幫他們買一個農田 耕種 讓他們可以供應那些人 因為有些人他們沒有錢 不可以結婚 他們要二百元美金才可以結婚 而當地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工做 我都是盡量能夠幫他們 能夠節食其力 這都是做在弟兄的身上 當我們做在弟兄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永生 如果不是呢 進入永營 即是說如果真的沒有 將我們生命彰顯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很危險的 所以這個真理 同樣我們需要去全講的 另一個真理 就是講到我們的行為 要被火試驗的 高林多禪書 一起讀完 十二章十二節 要有人用金銀寶石 寵物和家 在這根基上建造 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怎樣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藥存得住 他就要得上次 人的工程藥被消了 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他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這裏講到 我們每一個人在前文那裏講到 就在基督這個根基上建造 有些人就用金銀寶石 是存留的 有些人是草木和家 那個人的工程就會顯露出來 有火試驗 試驗這個工程是怎樣的 如果這個工程存得住 他就得上次了 如果被消了 就要受虧損 他要得救 但是雖然好像從火裡經過一樣 我們根據之前的經文 還有一會兒我們看 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也有講到 有些人奉耶穌名傳道 趕鬼 走二臨 但是為什麼也不得救 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 有些人雖然有侍奉 但是他出於自己的行為 他不是真的信靠耶穌 而且他生命裏面沒有改變的時候 是可以不得救 不過有些人他是得救 不過他做的事很多是虧損的 怎麼叫虧損 不算有些人死 我做的不知道是否寵物和街 其實很簡單 你真心做 真心愛主愛人 就是金銀補石 這樣就很容易了 你真心我想祝福人 我想榮耀神 就是金銀補石 很簡單 如果做的時候 看看別人看我做得多厲害 你看我 事奉很厲害 比較 你看我比他厲害 或者別人一做就妒忌他 他哪裏做得好 是我做的時候才好 總之有這些歪念 有這些不正的念 我想大家都分辨到的 驕傲的 比較的 踩低人的 這些是不好的 或者想自己得到利益的 但是你真心 我見到有人我想幫他 這樣就很簡單 不是很難的 不用想到很完美 不用很大件事的 小小的事 因為耶穌一杯涼水都得上次的 不然就好像從火裡經過一樣 燒光的 所以說到要試驗的 不只是說你信不信耶穌 是要試驗的 但是我們其實 永遠不是靠行為得救 是永遠是靠恩典得救 所以 有些人是金銀補石 但有些人是草木和佳 那你那些是什麼呢 還有時間 現在還有時間 還有機會去做 我們還可以有很多的金銀補石 你真心做 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歡喜 一邊奉獻的時候 一邊感謝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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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歡迎你派下奉獻 這樣就是金銀補石 有些人奉獻很多錢 你看我多厲害 奉獻多少錢 你看整大張 這張銀紙放進去 有些人奉獻會想給人看 那時候就草木和佳 所以我們自己小心自己 這個經文 是保羅講到關於自己的 不過我又覺得 是否只是他自己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光臨多前書》四章九節 《我想神把我們仕途明明列在末後 保障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氣 被吸世人和天使觀看》 那時候那些死囚就要走出來 走出來給人看 然後判死刑 他說我們那些仕途就好像死囚那樣 成了一台氣 即我們的生命一台氣 被世人和天使觀看 所以到了將來審命的時候 寶羅的生命 就全部顯露出來 我就會問這個問題 如果寶羅顯露 難道個個就縮沙 不用的 你們個個都不用的 是寶羅的 是使徒要的 其他不用的 我覺得這個經文 是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個個都要的 因為聖經是講到 我們講的閒話 我們所有的行為都要的 好了 這一部分我們喜歡 所有的好行為 都被全世界看見 那就當然好了 對不對 不過我們的罪 是否都要供出來呢 這個是一個比較 controversial 一個爭論性的一點 審判的時候 到底是 你的罪都射門了 不用提 還是提完 然後射門呢 我根據聖經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可能性 我待會給大家看看 不過有一點就是 這裡講的就是 我們成一台戲 吸世人和天使觀看 現在呢 我們好像有天花板 到審判的時候 會去回這一幕 包括你在家未來崇拜之前 回家之後 天花板沒有了 是會全世界的人 和天使全部都坐在那裡看的 看什麼呢 不只是看表面 看內心 一邊聽到 一邊睡覺的 神一邊看 你一邊聽到 為什麼每次都要睡覺 一邊聽到 為什麼這麼好睡 一邊聽到就好睡 一邊聽到就開始關機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邊聽到的時候 一邊不受諾 明明說到 我們按照行為審判 一邊聽到 一邊不受諾 一邊排斥 一邊說 是呀 我喜歡信耶穌 就上天堂了 心裡不認真 神一邊問 為什麼你聽這麼多次道 每次都排斥呢 回到家又罵人 又發脾氣 神又問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到底是怎樣的審判 我們不知道 不過呢 未信耶穌的人 他一定的罪要供出來 不過信耶穌是怎樣 這裏 我講出這裏 好像似乎 這三個經文 還有其他經文 似乎 不是有肯定的答案 當然不要緊 聖經有不肯定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都一樣可以參考的 希望來書八章十二節 我要寬恕他們的筆言 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不再紀念 不再紀念 當然好 不過 這裏 唯有我自己的緣故 屠沒你的過犯 我一筆紀念你的罪 那就很好 屠沒了 不紀念 不過這裏又講 凡人所想行話 當審慮的日子 必要巨巨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 又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那到底是巨巨公出來 還是那些義的說話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我們做甚麼 你預了 是一定神知 都可能全世界都知道 即是預了 到底怎樣的審判 我不知道 不過我自己就在想 真是顯露出來 如果一方面有事奉神 神一面有很多不好的事 真是很丑怪 你就算不起路都丑怪 神看到都是丑怪 所以说 神 洁净我们 有点多怒人 有点多烦恼 有点多看小人 我们都处理 就不要当是 得我知的 但没人知的 是人人都知的 神一定知 好了 接着 下一点就是 活在罪中不能承受 神的国外 这个又有另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我们信靠耶稣 救恩伯德救 但最终不悔改 生命 是会有问题的 马太七章二十一节 到二十三节 一起读一下 凡清夫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 指令才能尽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呀主呀 我们不是奉你明传道 奉你明赶鬼 奉你明行许多二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写写作那些人离开我去吧 有些人说我曾经传道 赶鬼 行二能 那日是什么日呢 就是审判的日子 凡清夫我主呀 是什么人呢 听过耶稣的 他才会有主的 有些人都不会叫主 他听过耶稣去过教堂 不是个个都能入天堂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尽去 真信耶稣是会尽行 没有尽行的 不是真信耶稣的 那你没有尽行怎么说呢 就是求主赤便 又努力求主帮你去尽行 在那一日 审活日子 有许多人 不是三两个 是有很多人 和耶稣说 主呀主呀 你看 我做了很多东西的 全道又赶鬼 又奉你明行那些二能 我做了很多 但是耶稣说 我从来不懂得你们 因为你们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那这个经文是说到 是可以 称呼主呀主呀都不得够 还有做很多 那你说 他这些就是遵行咯 遵行一定是从心底传 为了神的缘故 爱神爱人 有些人传道为了钱的 有些人做些什么呢 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的 这样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和神有关系 不是真的阔改的时候 他可以不得够的 不遥夕都可以不能被遥夕 一起读一下 你们不遥夕人的过分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遥夕 你们的过分 好像这里 这个人求他遥夕 他不肯遥夕他 这样的时候 可以 天父不遥夕 有些人说 这样死了 那我 有些脱漏的 可能有些没有遥夕完 那怎么办呢 你真是尝试遥夕 求主帮我 我有些未遥夕完 求主帮我 我发觉神会做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我就有很多这个经历 我洗碗 走路 乘坐车 有时平静 有时祈祷 忽然间会弹出意念 有些以往的经历 有个人对我做不好的事 有时我对他做不好的事 我一看到这些情景 有些人就会怎样 啊 真是坏了 这个人 几十年都一直对我不好 有些人就会这样 但有基督徒的生命 就会怎样呢 啊 他有对我不好 但我还没有生他 我遥夕他 我遥夕他 如何遥夕他呢 我一直去看出他 遥夕的锁匙是看出 其实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都受过很多伤害 我就看出他 我就为他祝福了 即是心里面说 我有机会对他做好的事 我为他祝福 我看出他 他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我 那时心越是这样处理 慢慢呢 越来越看出他 和欣赏他好的地方 越来越平静 还有我再见到一个人 我会尽力对他好 还有见到类似的人 我都会尽力对他好 那这个呢 就处理了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经历 就会弹起以往那些事情 有时大事小事都会弹起的 那我希望每一次弹起 有人不好 我们立刻遥夕他 祝福他 自己不好 又求主赦免 以及以后如何改变 还有呢 有些什么地方 看到需要处理的 都处理 或者自己受伤害又处理 这个都是神一个方法 来帮我们处理生命的 所以呢 不要以为 不遥夕是不重要 是很重要的 可以呢 就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你说我都遥夕了 不过不知道 遥夕了没有 那你就 一路继续做 一路祝福他 以至呢 你想起他的时候 其实他有很多好的东西 他都有很多对我好的东西 我多谢他 我要欣赏他 好了 这里讲到 他就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只是读黄色的部分 情有的事 奸淫 污蔚 扮偶像 仇恨 增敬 老老结党 纷争疾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问大家有没有試过生气人 结党 不一定要什么党 什么党 总之 跟那批不是很合得来的 有纷争的 有仇恨的 憎恨人的 有曾经的 要比人的 有疾导的 必什么 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你是谁上了天堂 所以要求祝赏面 不是说要到完美上了天堂 而是这些罪可以叫我们落地獄 是一定悔改 什么罪都是 求祝赏面 耶稣就赏面了 但求祝赏面之后 求祝帮我们去改 一路生命去改变 处理生命最重要的锁示 就是深信罪的破坏性 罪比癌症更加可怕 罪比较老鼠弱更加可怕 因为他会杀我们的灵魂 所以憎恨罪是一个锁示 真信耶稣的人 要处理罪 一定是憎恨罪 而真心求祝赏面 一定 神就赏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赏面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的不义 还有有忧伤的灵 为罪忧伤 忧伤痛苦的心 你必不兴寒 神一定折留 因为耶稣已为我们付出代价 祂一定赏面 每一次耶稣赏面 好像开灯的 除了灯仔坏 如果你开灯 那灯仔会说 我今天先想想 我开不开灯给你 会不会这样 不会的 祂一定开灯 神都一样 神跟从祂的法则 你真心悔解 祂一定赏面 但有些人口头说 不过一路就想着 我一会更生气 这样的时候 祂就不是真心悔解 真心悔解 神一定赏面 还有真悔解 一定会结出果子 就是你真说耶稣 就会结出果子 一起读 路加三一八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解的心心情 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碰下来丢在火里 当我们悔解 就结出果子了 就是求主帮我们 我们努力一定做到的 就是不是难若登天的 是一个很大的调话 就是总之信一日主 不论什么行为都必得救 这个不是真的 完全听到听不到的时候 是可以 他的生命是很有问题的 那我想说一点 这一点呢 就希望大家心心放在心里 好神喜悦是不难的 有些人说不是很难的 很高的标准 为什么呢 犯了罪 犯了罪 求主赦免 神就喜悦 真心土共 神就喜悦 真心爱主 神就喜悦 吸小子一杯凉水 神就喜悦 是不是很容易 圣经神的特色 就是他不是看你没做 是看你做什么 其实给一杯凉水的人 会不会有很多脱漏 耶稣不是说 你有很多脱漏 他说你给一杯凉水 你就不能不能上前 是不是耶稣很正面 那个瑞尼去到圣殿祈祷 是不是很多罪 他都是 他不敢望天 但是他一悔改 他要称为义 天上为他欢喜 所以我们要求主赦免 神就欢喜 真心祈祷 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我们真心爱耶稣 耶稣又 在诗篇九卫一篇说到 我要将他放在高处 我要叫他成为尊贵 真心爱耶稣 你说我做得不够好 不过主 我真的爱你感激你 我求你帮我 神就欢喜 做任何的事 神都欢喜 那是不是容易 真是容易 神是很不同任何人的 可能你做到差不多 他又会看你脱漏的地方 但是神总是看正面的 那你一做得不好 你就求主赦免了 出于真心 神就欢喜了 神就称赞你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讨神喜悦 不难的 真信主的果子 我将分开三类 这个根据圣经所说的 第一类和救恩有关 第二类和神的关系 第三类是行为 我们一起读一下 和救恩有关的 悔改离罪 信靠主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得救 是不是悔改信主 就得救 但是这个不只是 信主那一刻 是以后都悔改离开罪 以及以后都信耶稣 信靠耶稣 赦免我罪 信靠耶稣 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祂有奇妙的计划 好了 和主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亲近神 亲近神 爱神 遵从神 侍奉神 这个和神的关系 就是亲近祂 和爱祂 遵从祂 和侍奉祂 就是行为有关的 我们悔改信主 就得救 但是我们得救 也不是靠行为 一定有这些果子 我们现在很简略 很快去去过这六点 很简单 去到天堂的时候 神不是就是问你 你是不是很想耶稣 不是就是问这个 因为圣经有说到 我们的行为 都要交出来 好像被火事严 是按照我们本身所行 或善罹 恶受报 所以在去到天堂那一刻 神是会 到底是否只是问 怎样问法呢 我不知道 但是总之 我们的行为 都是表现出来的 而当我们真信耶稣的时候 就真的得救了 悔改信主 我们不详细读 这个经文都读过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仍有罪中 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一定是继续悔改 离罪 不只是悔改 有些人肯过悔改 但是又不离罪 我们悔改 因为憎恨罪 其实罪的处理 是一个方法很简单的 第一是憎恨他 第二 他一出现在脑子里面 有些生怒的人 立刻说这件事 是很破坏性的 我立刻处理 我立刻求主帮我们 他虽不好 是他的问题 这个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 不要吃垃圾 他的不好 我身边要背上身 不用背上身的 他的问题 我不用担住他 他有不好 我就 我的责任 我就是 遗恕他 祝福他 找方法去帮助他 他不肯接受 帮助他的责任 那我就不背上身了 那我就能够处理到那种 憤怒 憎恨 或者任何的污慰 情欲 那些色情 上网那些色情 一看到立刻 这是毒来的 这是伤害我的 当时好像觉得有罪中之乐 但这件事会破坏我们 那我们就继续悔改离罪 又继续信靠神 凡折代他的 折代就是说 请他进来我家 请他入我心 不只是信耶稣那一阵 是以后都信教耶稣 让耶稣做主 这个人就是继续得救的 亲近神 读黄色的部分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我面枯干 人拾起来 冥在火里施了 即是说 如果没有事实在耶稣里面 就好像枝子在我面枯干 就丢在火里面 圣经是很清楚说 在我里面 即是说 那些枝子本来在 可能他有信耶稣 但是他的枝子 不连在耶稣身上 就有问题 所以亲近神是必须的 亲近神 包括看圣经 祈祷 但是这个祈祷不是单面的 我们祈祷的耶稣身上 神会跟我们讲话的 你悔改 你祝福那个人 你遥恕他 你侍奉他 你侍奉神 你关心人 你参加教会 会有这些声音的 你亲近他 即是说 我们会回应这个声音 亲近不只是单方面 神 多谢你 多谢你 你赞美你 哈利路亚 然后转身又去犯罪 神会跟我们讲话 我们会回应他 这个就是亲近神 跟神有关系的 拖拉手的 他拉着我们 跟着他走的 爱神 爱神不是一个选择 我们一起读 你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主你神 若有人不爱主 你这人可助可奏 主必要来 哇 好严重 不爱主可奏 可奏 神这么多恩典 圣经那里 最大革命是爱神 而最大革命又不去做 很多人又怎样 拿东西就很喜欢 拿东西 神啊我要钱 我要快点快点结婚 快点生孩子 快点生孙 哎呀神啊我要多点 多点 什么都是要 那不是爱神啊 是爱那些钱而已 爱神是真是 喜欢亲近神 以神的事为念 关心神的事 做神欢喜的事 这就是爱神 好了 跟着行为 遵从神 我们读过这个经文 就是说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尽去 我们有做得不好 求主赦免 但我们真是争取机会 争取机会 你都教堂 祝福人 关心人 不只是祝福祝福 多谢耶稣 就这样祝福 而是他真是 关心他 为祈祷 或者他需要去探 去帮助他 帮助他的信仰 帮助他更加信耶稣更加坚定 这些都是 造在人的身上 就是去遵从神 然后结果子 结果子有两方面 就是圣灵果子 和事奉的果子 我们先看到 马太福音25章 第二第三个比喻 就是将恩赐埋藏的 就叼在我们黑暗 还有没有造在帝兄身上的时候 他就进入永刑 所以我们就造在帝兄身上 去帮助他 祝福他 遵从大佳命和大使命 亲近遵从神 事奉神的后果是什么呢 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你今生一定神会祝福你 神会施恩加力给你 你会享受神的爱 神的平安 一世蒙福 然后将来有永远的赏赐 是神的赏赐不是给你一支圆筆 小鹅的赏赐 给他拆纸交你 神的赏赐 你一定是很欢喜 很欢喜 是好到不得了 但我们做在人身上 我们都不只是想着赏赐 而是说 我做在身上 神就欢喜 神就喜 我们一起祷告 都在神面前反省 主耶稣求祢连敏我们 帮我们反省下我们生命 到底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结出果子呢 我们是否有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只是信耶稣 我们生命没有改变 都是基督徒呢 求祢帮助我们看到 真的有很多人 以为他们信耶稣 但是耶稣说 我不认得他们 求祢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真心的悔改 我们有没有生气一个人 可能生气最近的人 丈夫、太太、子女、父母 或者生气教会里面有些人 我们有没有遗书呢 求祢帮我们省察 我们有没有被一些色情的影响 沉迷在色情里面呢 求祢帮我们看到这些罪的破坏性 我们有没有贪钱 在金钱上或者奉献上没有忠心呢 求祢圣面 求祢帮我们真是能够学习 这十一奉献是起码的一点 主要我们有没有去建立人的生命 为祂祷告 带祂信耶稣呢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有没有去传福音呢 主求祢帮助我们 首先和祢有好的关系 我们就有喜乐平安 就有生命有力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关心这些人 分享耶稣的美好 主求祢帮助我们 每一个都在神面前 真心悔改 真心认罪 真心遵从神 求祢拯救我们到底 叫我们走神的路 在这一刻我请大家跟我 有几句的祷告 真心的向神祷告 亲爱天父 求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有生人 不饶恕 埋怨人 对神位有埋怨 没有跟从祢的道路 没有结出果子 求祢赐给我们 憎恨罪的心 我们如果有情欲的罪 悉情的罪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憎恨罪的心 叫我们真心悔改 我们知道罪是 比一切的毒更加有害 求祢赦免我们 洗净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走祢的路 我们任何为主义做的 神都喜悦 一杯凉水 祝不能不得上次 多谢天父 我们愿意跟从祢 跟从祢是不难的 爱主是不难的 遵从主是不难的 侍奉主是不难的 是主帮我们立心跟从祢 多谢天父 感谢无资 时优优独播